这盘棋将解是决战时刻 与清大华会约战了很多名人 这是最后一位挑战者 也是最后一句咱们欣赏一下 与优华对战的是软面日光 双方是当头炮 对战的是屏风马 虹方选择招法是横拘 以往招法是飞游象 但这个棋的情况就在于 它将来底线比较空 虹方五九炮去攻容易吃亏 那么飞左向 它的居出的速度比较慢了 所以容易被人家利用 所以它本居走的是居于行 看样子 黑方已经找到了最新的找法 所以它这个速度不弱于你 你巡河居 人家也可以巡河居 还可以过河居 所以虹方决定先平炮 你过河居 我可以出居将来看住 我还可以先吃你 所以黑方这时候 先避其风马 你吃我我就压住你吧 现在你敢动我打你像 虹方到这儿的话 它不敢动呀 兵武精一准备抓死炮 就问你敢动不敢动 对方到这儿 他想弹子炮 确实不敢动 因为你一动进去抓双马 那可能要失子呀 所以的话 他选择 点击过来 这样就稳正了 现在就问你这个马 敢不敢上吧 上去打你 虹方这时候呢 看着攻不动了 其实他兵武精一可以过河 到这儿 不过失道也不怕 你要换 没有骑 那么他往这边走 准备去欺负对方的马 此时的话 黑方他飞向 倒也不怕你 你这样的话 如果冲下去 他可以马去进八 再牵住你 你吃足换掉 没有用 过来的话 他一打 打着兵打着象呀 受不了 将来这个象一飞 兵还得丢 所以的话 虹方呀 这个骑他跑不了 简单一吃酸了 这里的话 黑方啊 向调 为什么不选择用鞠吃呢 因为你鞠吃的话 将来他可以马去进五 你再吃回去 这儿他可以进去抓炮 这个炮将会被围 他不愿意 为什么不用炮打呢 看着打象先手 实际上 这个骑上马并不可怕 他关键有个马三退五 打象抽鞠 等你鞠走开之后 这兵三进一就攻马了 所以你吃象吃不到 这马还要手攻啊 没有必要 索性给他象掉 这样比较稳 此时红方抢到先手啊 就拱香 落下之后再冲一步啊 对方就吃 红方如果想对杀 可以走巨次进五 那么马三进四 他其实是诱敌啊 到这儿黑方退一步 其实可以 他担心人家抓炮 没这么走 黑方这么一走之后呀 看着好像一吃啊 你吃马 我现在拘过来吃炮 你炮一进啊 就进去吃马 对方可能啊 危险 他担心这个骑受攻 所以没这么走 其实黑方他吃完之后 有一个杀招啊 这是一个先手啊 那你没有骑 你要是打狙的话 他一将就跑掉了啊 所以的话 这个骑啊 你正常要补视 他这边可以落相 到这儿的话 你正常还是要过来吃 看着好像 目的达到 要抓这方的司马了 其实他这儿有一个 对杀的骑 你杀不过他 等你一退之后 看相 他一马皮刨就看住了 所以你能一百六个骑兵呀 这就是黑方的套路 在临场可能啊 看不到这么远 他一看 这个炮一走 就马上出问题啊 就决定呀 跟他牵住算了 那红方这个骑 如果换的话 没有便宜 他甩开之后呀 他不对居 对你的炮去 踩着居你非吃不可 那现在他就实现了 这样一个意图 把你牵住了 然后呢 他现在补一个事 将来这个居就可以离开 那黑方他落相 有点着急 这个时候 如果再稳一点的话 直接打就行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现在锁住我 我现在这个骑可以呢 现在吃马 红方有这一招骑啊 骑子 飞向打去之后呀 再先骑后去啊 对完之后再抓一个马 所以给你吃一个 吃灰两个 所以在这儿呀 是骗招 那你正常的话 如果走向 比方说落边线吧 他还是牵住你啊 他向一飞啊 推炮在打你 那你还是不舒服 所以黑方最关键的招法 就是要平鞠过来吃炮 这样跟着你没骑 红方如果飞向的话 黑方到这儿有一个 平鞠过来的好骑 红方冲兵 黑方可以呢 走足五行 下一招骑啊 你如果推炮回来 想上马了 他来一个上马 给你先对决 对完之后呢 你看着好像打过去吃它 其实呢 这个骑他根本不怕 连起来就行了 那么这儿的话 上马再踹 他也不怕 因为这个骑啊 他始终是有一个 中间一僵的骑 然后你这边还要应对 你要是补下去僵死了 落实的话 他这边的话给你吃掉 到这儿还是空头炮 所以你还得换 那么这个骑发展下去啊 黑方呀 至少是反贤之势啊 因为这儿的话 你无论怎么走啊 他这边又可以吃相 一旦相一破就危险了 你要上相就空头炮 你不上相的话 把相一吃 所以黑方这个骑啊 已经占优了 所以到这儿啊 我看到炮打过来啊 是关键 但中间这几个腾挪的次序啊 不一定能走对啊 所以考验比较大 所以林桥没敢这么走啊 他常规招法是走了个落相 但是你一落相 他现在啊 就要吃这个马了 黑方则是打掉相 很强硬 红方也就把这个马给吃了 黑方还得甩炮 他不能平鞠的原因就是 你一平鞠的炮打出去 你炮甩不开了 所以先甩炮 那红方先出局了 这样你鞠过不来 你吃马他可以看 暂时是没骑的 然后呢 这个鞠啊 他决定啊 点锯紧来 红方赶快去拆炮 对方吃的话 他飞个向 认为你将军 我可以回马 再抽江我马要上去了 所以你什么也吃不到 那最上鞠的话 黑方他决定啊 弃子对杀 那红方到这儿啊 赶快就弃一个子 想引力 黑方如果强硬一点 就可以平鞠过来吃炮 红方虽然吃一个 黑方可以用鞠尸炮 现在这个区 前方还得绕出来 继续杀 那红方可能要退居 回来再把对方赶走啊 那这儿的话 应该来说是一个 非常激烈的走法 形成的结果就是 红方多一个子啊 黑方的话他多足 所以双方会有误解 银场他直接给吃了 那这样的话 那上当了 你现在扫子之后 你底线没有牵制啊 然后的话 这个请你想通过吃相啊 胁迫对方的马 底线杀他 他刚好可以看住啊 看着这一吃呀 红方可能要崩溃了 但是关键时候 红方有一招呀 对居的好气 黑方忽略了这一步气 想急于杀红方 到这儿的话 虽然你可以坚持一下 但是没有用啊 最终他把炮赶走之后 强行吃掉你 现在已然多此啊 到这儿的话 对方想要拱向 回马之后就将就进 让你吃一个 然后呢 炮四尖 准备放中炮了 对方呢 强行破掉 意思是将军之后 有一个退回 准备将军吃马 红方他退回 准备铺巢去啊 对方这个棋的话 他选择招法是飞向 顶住不让 然后红方给他一将啊 你正常如果补相 或者戳啊 他就可以利用你了 此时呢 黑方他这里啊 一将 红方就跟他对一下 黑方啊 他想过来 走去不去走不到 马在这里啊 那么你要吃马的话 人家一打 刚好就退回 看安住了 所以他最好的棋 就是把这个冰给吃了 红方仍然是打 将军飞向啊 然后这个棋 他退回就行了 那黑方最好 其实就点击过来 抢冰 红方顺势 把对方阻操掉 虽然你可以吃个冰 但是三个子呀 三人战里部 已经够赢了 所以对方也是点到为止啊 就爽快认输了 再来的话 鱼鱼华获胜